大家好,在前一段时间的视频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北京改山型住宅主要集中的位置 我们还是推荐了北部西北部区域的三个公园附近 一个是银河园,一个是圆明园,另外一个就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和奥森公园以及鸟巢周围的一些住宅 我们说在鸟巢周围最好的位置,肯定是属于当年北京奥运会的奥运村 现在呢,这个奥运村,这个运动员村呢,已经改名为国奥村 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先在百图地图上看一下 有些人呢,经常会把它忽略掉或者混淆掉 也就是说,它的位置处在了一片绿色的区域当中 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和奥林匹克公园的西侧 这俩有点拗口,而且在一片绿色地带 大家可能一直认为呢,它也是公园的一部分 但实际上它是一片住宅 运动员村呢,它分成两部分 或者说国奥村它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西区,一部分是东区 主要的房屋呢,是集中在了西区 大约是一千多套 东区呢,大约是八百多套 两套呢,两个区域加在一起呢,是一千八百多套 实际上是体量非常大的一个小区 主要的楼形呢,是六层的板楼和九层的板楼 但是它呢,都是带有电梯的 所以在顶楼,大家不用担心,你需要爬楼梯 九层的楼房呢,采用的是一梯一户 六层的楼房采用的是一梯两户 整体来说,小区的管理呢,也非常的到位 门禁呢,看的是比较严的 所以小区内的整个人口数量相对来说较少 我们要注意啊,就是国澳村它的容积率相对比较低 另外呢,在容积率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下 它的户型又是偏大的户型 户型主要是以200平米左右 另外比较小的户型是120平米左右 所以它导致了整个小区内的人口数量相对的较少 相对于普通的小区和人的数量较少 我们看见它的位置啊 它的位置在刚才我已经说了啊 是在整个奥森河奥林匹克公园的西侧 它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门距离非常近啊 大概700多米 到奥林匹克公园的地铁站的距离 大概是1.2公里左右 所以我们说它到国家体育场的距离也非常的近啊 因为当时的主要比赛嘛是集中在国家体育场 所以你从运动员村啊 过去的距离不可能太远啊 不能说最近但是相对的已经是比较方便了 它整个我们把地图缩小 你看一下从国家体育场一直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啊 以这么一大片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 国澳村它处在了中间部位 也就是说它去哪个方向啊 相对来说都比较方便 另外呢 国澳村离整个啊 鸟巢周边配套的区域呢 相对也比较近啊 它离商业区相对的商业区啊 北辰会还有这个国家会议中心啊 等等这些区域 它都啊都相对的比较近 另外我们说呢 它的开车呢 行车呢也相对比较方便啊 因为它紧邻着柯惠路啊 还有这个柯惠南路啊 所以还有奥林西路啊 等等这几个方向啊 开车走起来也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一下这个项目 北京市朝阳区临粹东路1号院12号楼 这是进行的二排 它的起拍价格是1672万 评估价格是2983万 成交价是1871万 成交价相对来说已经比较便宜了 因为它的面积是221平米 这个户型相对来说呢 也是在小区里是算偏大的一个户型啊 并不是常规的户型 应该是200左右或者194左右的 啊这个啊 它处在三层也就是一个中间层啊 我们说唯一的可能小缺点就是说 它离的小区的边缘呢 可能有点近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小区的 绿化环境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小区是在2007年建成啊 到目前为止呢 也是十多年了啊 十五六年 大家应该注意一下 小区里的房子是以两个价格卖出的啊 一个是不到两万 一个是三万多啊 这个直接影响到你在未来交税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购买房屋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啊 十二号十二号是应该是在西侧的院啊 西侧院是它主要的院 这个大门呢 它没有拍出来在有一个明显的标记啊 就是曾经的奥运会的运动员村 我们说呢 总结一下国奥村的特点 国奥村在当时建设的时候呢 应该说相对来说有点赶工期 所以本身呢 它并不是做的特别精细 但是啊整个小区内的房子是精装修的 也就是地面是厅的部分是用砖啊 卧室部分是用的符合石墓地板 呃你进屋观察的时候呢 你可以注意到绝大多数户主呢 还是保留了这些装修啊 仅仅在墙壁啊 等一些方面呢 进行一些改造 另外主要是一些啊 隔断方面呢 有些不同啊 双方就是每家每户呢 自己做了自己的装修 但是总体来说啊 它的基础还是以运动员村啊 当时装修为基础的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呢 它的特点就是单价实际上并不算特别的高 啊 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它单价啊 10万元左右吧 未来我想在下一期视频当中呢 我会把国奥村整个从2020年到目前来讲 买卖的情况的大致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期就不说那么细了啊 总体来说你可以观察到就是它的啊 房价和海淀区的房价啊 基本平均价值基本持平的啊 但是它的房屋呢 总体价格来说非常的高 因为它的面积非常大 呃在两千二百多平米就属于 啊总价非常高的房子 因此啊 入住在小区内的人士呢 啊经济实力应该还是比较强的